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无奉 是文昌林的爱人 今年28岁 是长沙人 那是2001年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 2001年是14年前 那他那回14年 是吧 那个14年前是 对对 你14岁 文老爷59 那一年我父亲高血压中分 病在床上啊 对 所以他在给我父亲治病 我爸爸就把他留在我们家里了 就那样一直他在我们家里面住 我没听明白 看病为什么要住在家里 因为我父亲那个病有时候半夜也发病 如果没有的话 你如果半夜去找人 哪里找啊 然后在我们家里住了七八年 直到我父亲去 住了七八年 七八年 住了七八年 对 直到我父亲去世以后 才离开我们家的 这七八年那就不像是个医生了 基本上是像家庭成员了 对 那文老爷子以前结过婚吗 结过呢 冒昧的问一下 您是结过几次婚 结过 十二次 这是第二次 这结你有过一次婚姻 那婚姻后来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 是病死的 老伴走了 老伴 因病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九一年 九一年 对 01年 91年 就在认识他前十年 对 老伴走了 嗯 那你有孩子吗 孩子也 有 有几个孩子呀 有四个孩子 就第一档婚姻有四个孩子 对 都好大了 都年纪 都在家了 但是七八年之后 文老爷子那会儿已经是快七十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产生感情呢 产生感情 应该是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吧 哦 去世之后 父亲嘉宾的时候 我家里也没有人 就只有我和我妈妈 就只有我和我妈妈 那个时候 我打电话给我 给我个年纪 他们都不回 都不愿意回来 就是他们你推我 我推你 推我父亲去世的事 这些人不负责任 对 就是因为我和我妈妈两个人在家里照顾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妈妈还出了一道 学上家说 对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家里边只有这么一个男人 对 所以对文老爷子有一种依赖的 对 是吧 然后就是他一直在旁边看到我 在我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我 在我需要有人帮我的时候 他一直在全力相帮 那个时候29年前我妈妈本来就没打算要孩子了嘛 因为我发信又有生人了 所以就去医院把他打掉 那个时候一点条件比较差 农村里面吧 所以不知道怀的是双胎 所以那个时候打的时候已经打掉一个了 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觉得还有一个在肚子里面 等到制作的时候已经快要出生了 所以没帮人管 就只能跑到我外婆那边躲着 在我外婆家里把我生下来了 刚分下来之后 我妈妈就回家里面来照顾我爷爷了 我就被我妈妈留在我大姨家里面带 然后 刚出生来被病 又病了 又病了 大病了一场 刚上了好几天 我妈妈也没有来 所以等好了之后 就一直落下病 吃什么东西都跟不上人样 因为那个五三六腹都说坏了 所以说你本来是家里没想要的一个女生 对 哥哥姐姐对你怎么样 哥姐姐对我不好 因为我们本来一来不是在一起长大的 二来我身体调 身体不太好 家里调定本来就不好 我哥哥哥觉得我老是在家里面好吃懒做 也不出去打工 所以他特别不喜欢我 因为在学院我的时候就有我这个妹妹 不学院我的时候就恨不得我立马去死 你说文老爷子对你特别好 他在那两个学生 对 他对你怎么好呢 像我从小就没有过过生日 他直到以后 他在我16岁年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高兴 也很感动 你以前都没做过生日 没过过 家里人没给你过过 没有 那那会儿他给你买生日蛋糕的时候 你感觉 袁大爷跟你的间这种关系是哪种关系 你把它当做什么 那个时候还只是 爷爷和孙女那种 长辈吗 对 长辈的那种感觉 那会儿还是长辈 对 然后呢 还有什么事 然后有一次我在外面打工 他 我手机被那个爬手爬了 我就打电话给 他 用他给我送一个手机过来 他就把他自己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就给我送过来了 文老爷子把自己的手机给你了 对 还是新的 那个时候才买了两天多的时间 那你怎么会打电话问他要手机 因为我家里 我家里没人给我送过来呀 但问题是文老爷子 毕竟是个外人呢 嗯 那个时候我也只是想到他可以帮我 我想不到还有谁可以帮我 所以无形之中你感觉到文老爷子是生活当中的依靠是吧 对 你对于文老爷子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像父亲 像兄长 像朋友 嗯 现在是恋人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情侣的那种爱人的感觉 09年开始吧 为什么09年是个时间节点 有什么事情 嗯 嗯 那个时候我年纪也比较大了 09年你多大 你92年 22 对 然后我姐姐他们觉得 觉得我现在也大了可以结婚的吗 所以他们就给我在城里面介绍了一个有钱的 其实他们也是想从中得到一笔好处 我知道我哥哥 知道我哥哥姐他们的意思之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跟他联系 我跟他说 我去嫁个别人 我不认识的人 你们嫁给他 年纪大又怎么样 文老爷子 那你当他听到他跟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觉啊 我心里吃了一惊 吃了一惊 对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只能把自己的一个人看看 我再一个人来跟他说 我家里有十个孩子 他们都在家 我的 孙女儿跟他一样大 孙女儿跟他一样大 所以这个房会生意不好 所以房人也很说韩话 说笑话 自生都是的 这印象不好 那你们俩 就在一起的这个想法是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呢 那个时候在家里面 我哥哥他们排挤我 在家里跟我哥哥吵了一家之后 我就来自他那边了 我们去打了结婚证 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 我说我们打了结婚证 那你们家里什么反应 我妈妈跟我大哥 就是说只要你不后悔就可以了 他家里什么反应 我以为他们家里会反对 但是他家里没有反对 那那那这个 你们这个结婚的时候 办了就行 没有 那那有没有通知 这个家里人 或者是私立街坊 也没有 我只是在自己 怀小孩子以后 你还怀孕了 对 我先恭喜啊 先恭喜啊 这是真正的老来得吉了 第五个孩子是吗 男生女生 男的 他家里什么反应 他儿子他们都很高兴 他说我反正现在又有弟弟了 我父亲又有人照顾了 所以他们挺高兴的 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现在两岁三个多月了 叫什么呀 我请天天 我早上欢迎天天 嗯 来来来来 快来 你去你去你去 你去你去 来来来来 我把他红一红 红一红 好好好 让妈妈的掉 好嘞 别烦了好嘞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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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让孩子先下去休息一下 他有点闹腾 有点哭 来来来来 爸爸 孩子抱你 怎么看看就行 眼睛还挺大的 您的石头是谁带孩子 要看小孩子粘水 我看皇上就粘你吗 他不要他 没有 他也是一段一段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粘我 有一段时间粘他夫妻 我想特别想问一下 这个是个奇外话 这孩子两岁对吧 等到他慢慢懂 是十几岁 二十来岁的时候 你怎么跟他解释 你们这段旷世奇缘 那就实话实说了 实话实说 对啊 你知道文老今天的幸福心愿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文老先生重复一下自己的幸福心愿是什么 我这幸福心愿 就是 一个的奇迹 在这里的伴奖婚礼 先生们 表示 陈陈 那个 为什么没办婚礼 嗯 那个时候 普遇有一点压力 所以就没办 所以你后悔吗 嗯 因为每个女孩都希望有一场婚礼 那个时候 后倒是不后悔 只是有一点点遗憾 有一点点 嗯 对 那文老爷呢 那你这个有过什么性物戒指啊 像恋者 嗯 没有 也没有 嗯 所以说其实你的很多东西跟别的女生不一样 对啊 比如说你找了一个比自己大四十五岁的男人 嗯 你自己正当这个朝阳的年华 他已经到了迟暮春年 嗯 你还生了一孩子 迈过了重重的跨越 包括你的婚礼也比别人要普通很多 甚至没有婚礼 没有求婚 没有婚纱 也别说婚纱照之类 什么都没有 嗯 但是我看你现在过来是很幸福的 在这一点我们应该掌声赞扬一下 谢谢 特别感动 所以我特别想送你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 刚才呢 你也说到你没有照婚纱照 那我很想呢 代表我们英朗文化的战略合作伙伴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婚纱摄影机构 叫八月照相馆 是北京非常大 非常有名的一个婚纱摄影 我希望送给你们两个一套这个婚纱摄影 希望你也能穿着婚纱 先生穿着礼服 请不吝点赞扬订阅